而这一名女生呢 她则是因为到医院的急诊室等挂号 结果呢不满医护人员 让她等了5到10分钟 就怒呛说要放火烧医院 还要打医生打故事 后来被叫到派出所来问话时 一改当时的起言 这事件我们不好意思 就不是有心的 就是大坏因为我也有那么道歉 21岁的灵芯女子戴着口罩 遮住了大半张脸 一改在脸书上的呛响很近 低着头面对镜头 激着对社会大众 还有对大同医院说抱歉 我已经有道歉了 就下次会注意不要那么动动 因为真的是无心的 染了一头咖啡色头发 灵芯女子边说手还在发抖 前一天才在脸书上 呛响要烧了医院 还留言用三字机骂医护人员 当时的态度非常的嚣张 对比上如今到了派出所 气焰全没了 只能用双手不断遮着脸 狼狈的低着头等计程车 这起急诊室暴力威胁事件 就发生在高雄市前京区的大同医院 21岁的灵芯女子因为吃错东西 严重过敏 一时呼吸不过来 眼睛也肿到完全睁不开 但不满医护人员 让她等了5到10分钟 才会留下这一段情绪系的po文 看看她说要放火烧了医院 还说要打护士打医生 纯粹只是自己的个人脸书上 在抒发她的情绪 那后来会引起这么大的波然 那甚至已经是触犯到法律 她也感到相当的后悔 由于扬言烧医院 打医护人员的po文 已经涉及了刑罚恐吓公众罪 院方也表示当时的女子减伤 分类为第三级 处置并没有瑕疵 全权交由警方处理 年轻女子只因为一时的不满 就流言怒呛威胁医院 最后只能落得被依恐吓公众罪 寒送法办 记者蔡庄吉章行 高雄报道